那些被拒绝的螃蟹 听说是让它们死掉了 这个我觉得很浪费 螃蟹 新加坡远近驰名的国民美食 料理方式多样 吃进嘴里鲜甜可口 在新加坡常见的螃蟹料理中 搭配着不同酱汁的青蟹 绝对是螃蟹界的主角 一般上本地售卖的活蟹 来自印度 越南等地 再运到新加坡当天就再去餐馆 但是在运输过程中 难免有一些螃蟹 因为各种因素而死亡 28岁的邓浩阳 是本地其中一个螃蟹进口商 他的公司去年11月开业 和一般进口商不一样的是 公司内部设有养殖螃蟹的设施 还能滋养品质受损的螃蟹 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我们有一个水厂 我们觉得是不好的话 我们会放在水里面 还是会放在我们后面的那个 库里面包装 然后去喂它们 喂到它们是涨到一个餐馆的 然后我们才卖出去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不会浪费那些 通常会被拒绝的螃蟹 这里分成几个区域 像这个大池子装的是西式的海水 螃蟹在运输过程中可能因为压力 没有排泄而有苦味 放进池子有助于去除味道 而这个被浩阳称为公寓的隔间 是让肉量不足的水蟹赞助 每天喂食鱿鱼和淡菜 等肉量足够了才供应给餐馆 我发觉那些被拒绝的螃蟹 没有人会怎么处理 听说是让它们死掉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浪费 我们现在是over fishing 所以这个概念会帮助整个过程 这一套设施也配上过滤水的系统 螃蟹居住的地方需要保持水源干净 避免螃蟹因为排泄物 或是剩下的饲料所产生的细菌 而受到感染 但这样的做法也间接加重了 浩阳的经营成本 我们的成本会比较高 因为我们有电费 水费 然后员工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成本上涨不只是像浩阳 这样的进口商所面对的问题 在大巴窑巴沙售卖螃蟹的摊贩 多年来也看到了螃蟹价格的起伏 螃蟹价格一直都在上涨 从1995年8块钱一个kg到48块 50块 那上涨的原因是因为供付应求 那还有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很多出口螃蟹的国家 像菲律宾 印尼 印度 他们有自己的出口的限制 比如说太小只的不可以出口 所以他们要保护他们自己的生产链 还有就是像中国每年有三个月 是不可以捕鱼的 不可以去深海捕鱼 所以他们只能够跟外面买 所以这段时间5月到8月 他们的demand需求量很大 所以会造成价格上 其实餐馆所售卖的螃蟹 很多时候都没有标明价码 而是采用10价 开业近18年的Kelly姐龙海鲜螃蟹王 也是如此 就是遇到你特别的节日 大家需求量多 然后他们的那个货源 低过需求量 所以价格肯定是会调高的 但是我们的餐馆 都是尽量地保持原来的价格 直到在过年的期间 真的是大幅度涨价的时候 我们就稍微调高了几块钱这样子 去cover我们的那个costing 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人出来吃 吃这些海鲜之类的 就偏偏要挑在这种特别的季节 全部挤在一起来吃 我经常都会劝一些顾客说 可以的话 平常的日子来吃 螃蟹的质地都是比较好的 面对价格波动 不少商家都会选择囤货来维持供应 但如何确保螃蟹存活是一门学问 你炖货的时候 当你处理得不当 你的损失会很惨重 就是比方说螃蟹会死掉 然后它的肉会越来越少 因为螃蟹当你没有给它喂食的话 它就会吃自己的肉 它的肉的质地都是会比较差 新加坡真的不够螃蟹 我们已经有帮助很多餐馆 因为我们可以收住螃蟹 所以好像比如下个礼拜 就是差不多要新年了 还是母亲节 我们会开始进口多一点 好吃的螃蟹怎么选 那我可以把这只螃蟹归裂成 是一只漂亮的母蟹